肺炎疫情持续肆虐 持继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严博文 在8号上午前往新竹县政府 捐赠1500份的安心祝福包 祝福包内不仅放入健康食品 更加入了敬思雨以及爱心的祝福卡 希望能够协助提供县内上千位居家检疫 以及隔离的民众身心灵上的支持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持继的上轮 跟我们今天颜知青长跟王主任 跟这些师兄师姐 到我们县政府来制证我们的一些防疫的物资 我想这个是令我们非常感谢 那他对于居家隔离检疫的相信 也特别制证这个安心祝福包 里面有这个营养食品 还有保健品以及安心祝福的小品 那三大象里面有七大类 那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的乡亲得到非常稳定安慰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那今天也同时这个持继 这些基金会也赠送给我们一些防疫的这些物资 包含这个眼罩这个太阳眼镜 以及额温的一个贴片可以测量温度 以及这个手帕等等 那也给我们很大的这些支持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持继持善基金会除了捐赠祝福包 更带来了许多实用的防疫物资 包含体温贴片面罩以及口罩等等 接下来这些物资将会转交给第一线防疫人员 协助守护他们的健康 当然除了安心祝福包里面的内容之外 我们另外带来防疫物资 那大部分都是由我们 慈善基金会的一个社会企业 叫大爱感恩科技 所利用这些塑料瓶 我们尽量是回收 然后让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也是一个循环经济城市矿场的理念 那这里面有包括 可能现在防疫在物资缺乏情况之下 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们的防线光的防务的面罩 这个在第一线医疗人员 在口罩或是N95不足的情况之下 这多一层保障 其实在海外有几个国家 他们都非常欢迎这个东西 那当然我们也带来 我们自己做的布口罩 还有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额温贴片 就是其实它也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放大镜 老花眼的放大镜 那这些大多数都是用我们的 回收的这些塑料所制成的 持续加强防疫工作 县长杨文科表示 县政府下周期将实施分流 办公以及实名登记 希望在各界协力防疫下 能让这次疫情尽快平息 凯布新竹建书期采访报导